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這個專教授很多人對感冒這兩個字很有意見 因為他們真的都相信政府的感冒的宣傳 結果他們得了這個感冒 就是Omicron的感冒 而且他們還打了三劑疫苗 他們說這個感冒好像刀子在割喉嚨 這個感冒喝水都會嗆出來這樣子 這個感冒發了燒到頭痛得不得了 這個感冒像魏哲有一個菜單說蛋要少鹽巴 我說為什麼蛋要少鹽巴 它跟腎臟有關係嗎 他說不是 因為那喉嚨痛到你如果鹽巴很重的話 好像在傷口上撒鹽 那這個怎麼叫感冒 他們說比流感還要輕 就跟感冒一樣 可是這個感冒 喉嚨痛到連蒸蛋都要少鹽巴 然後喝水會 所以有的人比較嚴重喉嚨很腫 會吐出來 那不要講說搞到其他的變化 然後喉嚨割傷得要命 然後像我所知道的魏徵院長 他過去身體就很強壯 然後他很人心人醫的照顧很多病人 他這次生得了Omicron確診以後 他才知道原來生病這麼苦 因為他沒有生過什麼大病 他以前唯一有一個病就是腎結石 因為他一開到進房間不能上廁所 他要保住病人的命 所以喝很少的水 然後都沒有上廁所 所以他就會很容易腎結石 這是他唯一的病 他說腎結石也沒有這個病痛苦 這樣子 所以這真的是感冒嗎 這一次 所以如果是30抓到 是不是真的就會比較像感冒 這個Omicron一開始的時候 我記得你有訪問過我 我就跟你說 Omicron相對於Delta 是比較不嚴重的 英文叫milder 他從來沒有說他是個mild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比較不嚴重的 他相對於 比Delta不嚴重 對 講的是因為Omicron大量的病毒 就聚集在上呼吸道 鼻咽之間 所以他的在上呼吸道的症狀 是會比以前還嚴重 所以從這個角度 因為他聚集在我們的喉嚨 所以咳嗽 這個發燒 然後這個對於鼻子 譬如說鼻塞等等 這是非常嚴重 特別是喉嚨的 所以從個別的症狀來講 大家不要被誤導 他其實是滿痛苦的感染的 所以 只是他沒有跑到肺 他比較少跑來會好 所以就叫做milder milder 但是在美國很多人在問說 這個疫情何去何從 那很多人就用流感的流行 當為一個基準線 所以當我們的新冠肺炎的流行 像流感一樣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走向流感化 那到今天為止大部分的資料告訴我們說 流感如果每天在流行的時候 有多少重症住院死亡 那他就有一個範圍 那Omicron現在的影響 我們看到說 個案是增加的很快 然後住院跟死亡 不像Data那樣同步 但是也是在上升 那樣的數據呢 現在看起來是流感的高標以上 所以從公共衛生的角度 他還沒有到的流感化 所以講這個話 所以我說我們要正確的認識說 這個疫情 比流感嚴重 而且是上呼吸道很痛苦 絕對不是像普通感冒 那所以您自己的看法 像現在我們的 郭董現在這個所謂的家用的PCR 他的全面的推廣 對很多人家庭是個福音 對不對 我想在這個疫情一開始 我們最早發明出來的 就是這個德國Charlity大學 這個教授把在武漢的這個病毒株 然後他就自己把那個 整個他這個基因定序以後找到一個部分 然後就開發第一代的這個PCR的檢測 就可以知道說 以一個新的疾病產生 一定要有工具去找到這個病原體 你能夠知道它存在 所以這是非常重大的貢獻 那當初美國的疾管組也自己做一套 結果他們裡面因為一些成分產生了污染 所以美國的檢驗試劑 在疫情一開始的前半年是失敗的 那德國這個把交給世界衛生組織 全世界都用這個 那就是我們現在醫院型的PCR 所以整個新冠肺炎的這個過程裡面 PCR的檢測是變成防疫的裡面非常重要的工具 你沒有篩檢就沒有個案 沒有個案就沒有辦法阻礙這個傳播 那當然我們傳統做所有的這個病毒性的疾病的感染 都會有所謂的抗炎抗體的試劑 那當然是比較快 但是我們知道從這個疫情過程裡面 PCR還是主流 那如果說這個郭董的這個PCR的很大的一個移步 跳躍的移步就是說 他把一個必須到醫院或集中這個實驗室去分析的 放到家戶裡面 我想這是很大的移步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從我們公共衛生的角度我覺得 我們說我們想要以病毒共存 那以病毒共存的就是我們的生活上 要跟這個疫情有一定的共存的方式 那個方式的基地就是家庭 所以我們以家為基礎 然後怎麼去過正常的生活 所以美國最近也很多的學者就講說 因為Omicron這件事情讓我們知道 感染再感染的機會都相當的高 那你怎麼辦 那有幾樣東西可能在未來一兩年都跟我們離不開了 就不斷的檢測 既然有感染再感染你就不斷檢測 第二個 口罩你必須要戴 為什麼 就是有一群人沒辦法打疫苗 有一群人就是疾病上面的弱者 那我們要過正常生活 那些人要過正常生活 所以我們要透過檢測 透過打疫苗來創造一個比較安全的 可是我們跟那些人互動的時候 我們要戴口罩他要戴口罩 譬如說他們要去聽議會 他們可不可以去聽議會 以後就是說有些些弱勢 對於新冠是一個弱數的族群 我們要怎麼辦 那你就只有透過檢測 這個戴口罩來保護這些人 我們自己做 所以我們在思考一個 後疫情時代的所謂的 這個新常態的時候 我們開始都要設計這個 那如果有一些方便的 個人可以掌控的篩檢的事件 對於我們可以每一個人 很自主的也很 很有意識的說我們要過一個 必須要跟病毒共存的那樣的生活的時候 他身上要有工具 所以這種以加護為基礎的檢驗是 所有國家在檢討 這個對疫情未來的準備的時候 必須發展的一個創新 這個這樣了解 我做一個整理 與病毒共存 是我們大家現在的共識 也就是我們不可能在 封鎖 然後經濟全面 然後很多人都沒有生活 這是不太可能的 那與病毒共存 但是有一個方法 它還是科學的方法 而且是防疫的方法 而且是人權的方法 科學的方法就是 你最好每一個家庭 自己有一個PCR 即早發現 因為你用PROPE 越快可以檢測出來 它就要病毒量很大 剛剛唐醫師跟我們說明 等到病毒量很大的時候 以Omicron 現在台灣是流行的 以美國在流行的變種 以南非在流行變種 它傳染比現在還要更快 我看到都快要昏倒了 然後住院率是增加50% 死亡也增加50% 所以就是比我們現在Omicron 就更嚴重 所以你要與病毒共存 你必須按照科學來 我為什麼特別強調這個字 按照科學就是唐醫師講的 也是詹教授剛才講的 你不要告訴一般人 他跟感冒一樣 這是不科學的 這不是事實 而且你會耽誤別人的生命 所以你不應該讓這麼多人 輕忽這個疾病 所以你要科學方法就是 想辦法讓與病毒共存 找到一個科學的方式 比如說如果將來 我待會還是要問他 他還沒回答我 這是他最了不起的 把一些問題可以延長一個鐘頭 什麼時候可以上市這樣子 然後呢 家用PCR 他就是用家庭的單位 然後你很早 全家很早就可以控制住 然後如果有染疫的人 可以跟家裡其他人隔開 像雖然很多人都是全家確診 那小孩子確診最可憐 因為他可能變成終身疾病的患者 像我自己從小生出來就有先天性的罕見疾病 那我當然都是嘻嘻哈哈 從小也都吃棒棒糖快快樂樂 我都說生命太好了 這就沒有人管我功課 可是我現在活到現在 當然病情越來越嚴重 可是我活到現在 我告訴大家一句話 我是用我的意志跟樂觀活過來的 我回頭看我這一生 其實一輩子生病是很苦的 一個人一輩子都在生病 沒有一個月不生病 沒有一年不生大病 他其實是很辛苦的 然後呢 我看到這些小孩子 現在這麼可憐 Omicron 攻擊他們的胰臟 然後糖尿病 幾個月出現之後 都不知道他會不會康復 目前為止時間太短 他如果變成終身糖尿病患者 他有多可憐 所以我真的覺得說 大家呢第一個要注意到的就是 你家庭一定是一個科學單位 那在科學裡頭 不應該告訴大家 他跟感冒一樣 不應該告訴大家 他比流感的致死率還要低 這些語言我覺得 很可能有些人是有他的誤解 或是什麼其他的理由 可是你很可能 在你發表這些語言 不管是基於政治 還是基於什麼其他被誤導的理由 你可能傷害了別人的生命 還有傷害了很多小孩子的一生 第二個就是人權的觀念 剛才詹教授強調了 沒有錯 在我們這個社會裡頭 他致死率在韓國是千分之一 香港千分之三 日本是千分之一到一點五 那韓國有一段時間是千分之1.5 新加坡是千分之一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台灣會萬分之三 我也不曉得 這是為什麼跟其他國家不同 但是我只想要跟你說 不管他是千分之三 還有萬分之三 他就是一個人 那他就是這個社會裡頭 又有權利去生存的人 像郭董的媽媽 像我 我們都是屬於在新冠病毒以後的弱勢 那當然我們自己要格外小心 沒有什麼人應該為我們犧牲 可是你也沒有理由把病毒帶給我 所以這樣的情況裡頭 每一個我們談到的人權裡頭 如果你可以把自己一開始就確診出來 你就跟其他人做好一定的隔離 你不許傷害那個先天身體比你弱的人 你讓他可以活下去 你救人一命 以及你不要害人一命 這個對你的人生也差別很大 所以大家其實這些觀念要建立好 那我當這次看到一些很重量級的 厭世級的人談話 我心裡有一點悲傷 那也很感佩 剛才我們前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的 張長先生所長 您作為一個公共衛生的專家 您所說的一番很專業又良心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替台灣人感謝他 然後我們非常多觀眾看您的 都知道要戴3D口罩 然後現在聽您的話 非常感謝您 因為這個時候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台灣變成專家 有良心也不容易 回來我們郭董繼續想訪問您 他們什麼時候 我們電視器前面的觀眾 什麼時候我可以保護我家的老媽媽 我可以擁有這個 我知道您其實也很著急 你剛剛提到晶片是欠缺的 你也希望當你上市的時候 這個機器它是真的像你講 CC值30可以做到 所以你其實做了很久的實驗 就是希望數據夠大 不斷地改進 然後你才可以退出 但是現在世界的供應有問題 尤其是晶片 所以大家都在那邊等 然後一旦你生產出來 我相信就是搶購一空 不是只有台灣 好像全世界大家都搶購一空 然後中國大陸經濟 因為搞到很多人說 它今年的經濟市場 只會剩下2%比美國還要低 就是因為它也是疫情的關係 那中國大陸如果下單 那個數量是多少 美國如果下單數量是多少 全世界大家如果下單 這數量會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可以想像 您過來 這個東西一推出來的時候 是一次就要推出幾億幾十億台的 這種規模的 那所以大家在等待 他們什麼時候可以擁有這個 這個了不起的家用PCR 保護媽媽 我們那個 發生這兩年開發這個 家用型的PCR 我剛剛也提到 說應該目前到現在為止是 全世界第一台真的在家用 就是PCR 它可以取代專業醫療診所 把這個移到家裡 那些就在疫情這個共存的過程中 剛剛詹教友有提到 其實家裡是一個最重要的 你們在家裡家人相聚 現在很多就關在家裡 不管怎麼樣家裡相聚 第一個你不可能戴口罩 大家一起吃飯 大家一起這個聊天 所以家庭是一個很重要的核心 所以傳染源都是在彼此間 在家裡面吃飯裡面 會讓他們傳染到 所以我們現在就希望 把這個機器擴展到每個家庭裡面去 這是我們的第一個方向 第二個方向這個機器 是在台灣開發出來的 那我們當然第一個 以台灣優先 過去我們開發過程中 在早期在美國 到南非 甚至到新加坡 到越南 我們在越南做了很多的測試 工廠都完全shut down的時候 在胡志明市 我們在越南 用了一段時間在所有工廠裡面 就這樣可以順利的開工 現在我們已經都完全 數據驗證都已經非常好 所以拿到台灣的意味 在家用版的 所以我們希望優先的供應給台灣 是第一個 第二個 現在沒有錯 產量現在大家都在 我們在準備所有的採購 最主要原物料的問題 尤其是這個 我們有的半導體要一年 才買得到 所以我們現在只有到 黑色去 去埋到一些黑色的這個 現在因為 大家很著急 沒有問題 不能擺到你們的解釋 對 沒有 現在問題是這樣 因為這過程中要 這過程中要 要要要要要要 對 對 對 我們不是 我意思說 現在我優先在考慮 如果我們有的 十萬台 五萬台 我優先要給誰 我們最近在考慮這個問題 那應該定什麼 價錢 我覺得說 現在我就發現 剛剛你提到 大家所提的 弱勢族群 我最近看到好幾個案例 就是這個 小孩子兩歲的 這個 一歲多的 幾個月的 我覺得 這個是 他們 他們是未來的主人公 其實你想要我一直 我一直提倡 零到六歲國家要養 對 零到六歲國家不養 你現在每個月給幾千塊錢 那為什麼 不能夠 把零到六歲的這些 他也不能打疫苗 現在疫苗也還沒有出來 打疫苗也很多反應不知道 乾脆所有的東西 我是覺得說 政府是應該 讓他們每個人 都能夠相有一談 當然我自己永齡基金會 也願意再捐贈一部分 給這個 但我不可能 台灣現在這個 幼兒生育率又那麼低 每年再下架 如果這樣算 這個 台灣將來過50 2050年 台灣就可能剩 一千多萬人口了 所以我說第一個 生育 好不容易生出來了 結果你現在 在生育率之後 他你看 在這個 這個 月子中心 在這個 我們都有去做個研究 在月子中心 現在爺爺奶奶 爸爸媽媽要去看 那你今天 這月子中心 他現在需要這個 基本上 你這個 媽媽也需要說 你來去照顧他 可是他就常常把這個 這個 疫情就帶進去 還有再加上 脫幼中心 所以現在很多 還在家庭裡面 照顧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 弱勢團體 我們是優先想要 但我以前 呼籲政府 呼籲政府 在這方面應該 這個 對這個 這個 又又 我看了又 真的是蠻 因為我們 我總有 家裡面有 這個小孩子 六歲七歲 他們也是 最近成長過來 我就看到這些小孩子 真的說到 我心裡特別的 我認為 我優先應該 供應這種族群 供應這種 這個 包括到這個 月子中心 包括到這些 這個 叫拖育中心 他們這些 最近很多拖育中心的 都是被感染的 像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技術長 也有大學生化博士 他就是 八個月的 因為他來上班 那就八個月 就感染了 這也是很心動 還好發現得早 治療的 他的小孩才八個月 對 八個月 他雖然自己是 你這個機器方面 覺得他擋不住Omicron 他可以第一時間抓到 因為他沒有辦法 因為他必須 來上班 他必須放在 這個拖育中心去 拖育中心 就感染到 他今天早上我來 我問他 他說怎麼樣 他說他拖育中心 他現在帶回來 他最近就是 得了 就在家裡養 他就說 那個拖育中心 又有一個 那個 很像護士啊什麼感染的 所以就感染到 所以這個東西 我是覺得這個 我們應該 政府要花很多的時間 應該在照顧這個 弱勢族群 再加上你講的90歲 80幾歲以上 這兩個弱勢族群 他們不能打疫苗 不是他們不願意打疫苗 真的是打疫苗 有很多後遺症 再加上有很多 天生有一些 有病的 就像你描繪你自己 你沒有那麼嚴重 你看你自己那麼嚴重 那這些東西呢 我是覺得 應該呢 這一些 因為這個 政府在照顧這方面的時候 應該 但沒有錯 現在很多年輕人 他們覺得說 是像個狀感冒一樣 過了就好 可是不要忘記 你會傳染給別人 對 比如說 很多年輕人 你感染不知道 現在都沒有症狀 我們繼續發生好幾個例子 回去看到他 這個 這個 這個叫做 母親節回去跟媽媽吃個飯 就傳染給媽媽了 就是或者好久看到 爺爺奶奶 哈克一下 就傳染 所以他們也許是感覺到 我家就過了 但是你不要忘記 你是在一個 這個 生活 這個 這個族群裡面 家庭生活 朋友圈裡面 所以你現在你看 學校裡面 有一個學生感染 整個學校為什麼停課 他就 就怕你傳染 所以我們這個在家庭說 你感染到了 你就不要出門 所以我們現在有好處說 只要檢查到了 第一個 第一時間檢查到 我們就可以在 基本上 我們現在發現到 基本上你感染到不對了 在三十 三十以上是 比較不容易抓到 但我們也可以 有抓到三十一點幾的 那就是剛剛發病了一兩天 這是關鍵時刻 所以我們說你發現到 第一個 你不要出門 如果你再去出門 再到醫院去排隊 減PGR 好啦 那 你的過程中 再排幾個小時 對 那他的 他的疫情越來越嚴重 從不會傳染 變成很傳染 而且那大個捷運系統 大的計程車 不知道傳染多少人這樣 對對對 所以我說第一個 我們的好處就是說 你傳染你就留在家裡 第二個就是我那個同事 他們家四口人 很小的地方住 所以為什麼他一直到 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好 他媽媽好禮 他媽媽去市場買菜 他們三個 他的爸爸 跟他的 他跟他的弟弟都沒有中 因為他第一時間發現 很 CD值很高 就病気量很少 很少 所以他媽媽就自己自覺 把自己關在房間裡 他們來煮好飯 把他放在門口 他媽媽自己打開門口 就自己隔離了 然後這個浴室共用 他媽媽會清乾淨 再進去完以後就清乾淨 這樣子就有一套 很好的 所以他們很奇怪 這兩個禮拜以後 他回來上班 我說你們家三個 是不是全部開門 他說沒有 我們三個都沒有開門 就叫媽媽 好了 所以我們的好處 希望說對這種 弱勢的團體 現在還有很多 很多的養老院 我們很希望在這方面 能夠優先